下周一名女子最近把几个装有电子废品的纸箱 拿到矽谷的回收站回收 但她却不知道在这一堆她不要的废弃物里 竟然藏着珍贵物品 现在回收站主人希望找到这名女子 与她分享出售这项珍贵物品的所得 位于硅谷的Clean Bay Area废品回收公司 发现了箱子中的珍宝 上个月一名女子将一些装有废品的箱子 送到这家公司回收 但其中一个箱子中 放有一台最早期的苹果电脑 Vintage One桌上型电脑 这种第一代桌上型电脑非常珍贵 在1976年仅制造了200台左右 其中有一台就珍藏在Mountain View的 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中 废品回收公司将这台电脑 以2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名收藏家 并开始寻找这名 并未留下姓名的女子 废品回收公司希望能将一半的售款 与这名女子分享 现在这名女子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再次回到这个回收站 领取她的10万美元支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